HELLO 大家好 我是宗杰 今天我们的出来的群海 今天我们来到这边是位吴漆 然后这条重要路上呢 娃娃机算是蛮密集的 从前面到这边 起码数一数也有四五加五六加 然后转角啊或者是再下去也都有 所以这条路我觉得娃娃机算是蛮密集的 今天要来到这条路 就在这场玩一下 来吧我们来玩一下这一台 这一台呢 发现角落在市面上没有看过的东西 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就是电光蓝 但是这一台的蓝色 是不是跟我们之前开箱的 那感觉不太一样 这个是好像是一种电镀感 就是完全好像没有任何调色 单纯电镀 而且这是在市面上我们看到的第一台 没有看过这个颜色 这个是不是太强要展顾它 哦 哦 有挡住的感觉 然后这一个 我只能说大好大坏 吃它 下来 它直接冲过来就回不去 不然下去卡在这里也好 然后把这个带出来之后 吸过来 那一个在后面无限腔位 好这样来了 我这个是挂薄风扇 清了 捏薄过不去 捏薄小天地 诶 可以放上去二楼 二楼啊 不然直接出货 它现在那边有个洞啊 它现在那边有个洞啊 变个位置 顶抽应该是可以吗 过不去 又来 吸 还是它有办法先腻去 这么 对啊 可以啊 改变一下位置好了 不然我们这样子打也不是办法 因为它 对啊 因为它是真的有点 天地啊 塞进去啊 塞进去 诶 很好 电镀 来啊 冲 上不去啊 过来 过来 来了 对啊 五位 五 这角度 哦油了吧 透明了 透明了还没过 有风险 过了 来了 我们的重点 可是我觉得这一台好像比较好出 它还是有带一点小蓝耶 只是没有那么 好像没有之前我们开箱的那个那么蓝 对啊 有点蓝灰色 对 可是这个颜色却又是另类的好看 有点蓝的 有点蓝的 哇 有点蓝的 怎么没过 哇 有点蓝的 有点蓝的 还没过 看 哦 有点蓝的 还没过 可怕 有点蓝的 那是不是可以小溪啊 可以小溪 可是 可是誰用你的咧 我覺得左右好像是會走出來 我也覺得有點有點難 因為真的是東西太天地了 光它裡面的任何東西都這麼長 它的天地是這樣子 除非它今天它是沒有外拆 我覺得難度就還可以 覺得比較好出貨啦 只是它全部都把它拆成很大 真的打那種天地台 真的很虐心 真的超虐 讓你覺得要過了要過了 又沒過 就這種感覺 對啊 吸吸不過啊 它只能靠膩 然後真的一個最極限 剛好帶過去 剛好過才有辦法 不然基本上完全過不去 不要頂啊 因為它現在已經擠壓著它了 膩著硬過去 有了 不要下去 撈得到嗎 哎呀 它剛剛為什麼不高一點呢 對啊 來了 上 開工正門 對啊 7秒6秒 把它推到那個點 直接拿下 我不敢奢求啊 哇塞 剛剛有機會耶 有有 剛剛差一點 但是至少在正門 無限槍位 無限噴位 先求改變一下位置 好 跟它進攻了 有 有了吧 哇 在最後面那個 有辦法嗎 試看看 只能說渾身解數 真的是渾身解數 那前面那個都擋好了 對啊 看它能不能放著 然後再出來一點 然後可以甩在它的腰 硬帶帶過來 不然卡在那個 綠色的那個地方 來 拍下去那一刻 它帶了一個轉 中 過來 會卡 有有有 至少過來了 它怎麼沒倒 對啊 可是我覺得它不要不要倒 因為它倒的應該出不來 它應該又是得靠捏腰 讓它這樣 對 這樣子 那這一招拉得到嗎 好像拉得到 喔 有了有了 策略成功了 對啊 剩下算了 對剩下我覺得要完全放棄 因為前面那個太長 又太重 雖然說我看到這個 其實我蠻想要的 雷神之錘 泡泡槍 同款造型 長得很像 好像又是蠻大隻的 但是算了 我們就出這幾個吧 再去尋一下 下一台 這一台呢 點煙器 機甲透明 這樣人家都知道你抽什麼煙呢 完全透明 然後它點煙器 就裡面就包含 就是可以放香煙的吧 因為看它的圖片是這樣子 雖然說好像這樣子是不是 誒誒誒誒誒誒 是不是也蠻方便的 我剛剛拍案件拍個歪掉 熱到歪掉了 然後頭腦也歪了 拿不到 對啊 拿不到 喔 上去了 打這一台之前不知道誰做了一樓 買你感謝 這算一樓嗎 可是它有吸引獎 呃 就 呃 也算啦 也算一樓啦 但至少有東西有上去 看起來就快出貨啊 也還行啦 然後這個東西真的超長 喔喔喔喔 這個是不是有精算過 應該有 應該有 喔 它那個 站直的 離爪子只有大概一公分 通通給你下來 可是它好像不至於都可以吸對不對 本這個東西動了 欸 打得到了吧 欸欸欸欸 它差點躺掉啊 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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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 我以為它要倒叉 我剛剛也以為 嚇死 躺 過來 我覺得不然我們就抓個 兩個 可以 就兩個 哇 如果它 全部拉掉了 就很尷尬 它的那個長度 真的很尷尬 精算過 剛好拉不到 好 這樣也好 這三根 總該下來了吧 這麼長一根 這麼長一根 可是又要捏得到 都開了 但是就是不下來 還是我讓它們留在那裡 直接捏這一個 好 前面這兩個 選擇一個出貨就好 前面這兩個 選擇一個出貨就好 前面這兩個 選擇一個出貨就好 我怎麼印象這個我好像曾經有買過 還是夾到 買的嗎 欸 啊不是啦 不是饕餓啦 我們之前是那個粉刺機 可以很近距離看到你吸一些粉刺出來 可是它 它要很重嗎 因為它剛好捏起來那一刻感覺 應該還好吧 一個特 對啊 小小跟的 輕的 那它應該是 算是蠻中壓的 因為我看它捏到其實東西不重 但是帶一點滑 撒毀 這個至少來前面 雙臭 它好像有二收那一個 它不是直接扎死吃 它好像會先帶一個小狂 好 來 對 就這兩個了 我們連續兩台都出兩個 太多啦 好 好 好 洗不來 對啊 插到了 二收啦 它二收 拍到那一刻的時候 它爪子是 先帶一點軟 然後再收 所以讓你整體有一種軟感 有了 哇 可是這甩幅帶出來 其實滿猛的耶 哇 這躺平 我們甩得那麼辛苦 它躺得那麼自然 一下子就回去 哈囉咧 有沒有考慮一個就好 呵 有在考慮 雖然這台甩幅是很大啦 但是它就是 二收的那個 那個感覺 有點偏軟 喔唷 不要再斷了啦 哇塞 蛤 它是有過耶 來吧 你們二折一 來啊 過來啊 好了 這麼多 堆疊滿了 嗯 它方桿也好大 對啊 一到就回去而已 對啊 但它的甩幅確實可以帶的 蠻不錯的 要有一樓啦 我們剛剛那一個 是不是有點 下放出的嗎 欸 這時候帶C 好啦 跟你拼了 捏薄 哇嗚 不行啊 它那個C 我覺得 剛剛有勸你一個就好 啊 啊 你剛剛說什麼 沒意外好嗎 至少我們出了嘛 好啦 那就出兩格就好 再去玩一下其他的 現在天氣那麼熱 我們夾一個風繩 風行啊 風行 羽繩 雨繩 雨繩 來 又來 怎麼跟 剛剛第一台 給人坐的那位置一樣 可是確實感受得到 這個比那個桃耳棒重很多 哦 其實今天真的是熱到 有點頭昏腦脹 我們在想辦法出最後一個就好 夠嗎 好像還好 有啊 有拖啊 至少那個桃耳棒是完全 在捏的過程中沒什麼脫感 這個至少還有帶一點小脫 過去啊 是不是要全脫亂啦 好像單打一個真的是 永遠的 夾出來 回去 擺好 夾出來 回去 擺好 完全擺好 好像彷彿沒動過 然後重點要帶 還一直帶不到 來了 小鞋坡 小鞋坡 捏 哎呀 怎麼辦 夾後面的 夾後面 再捏 是很怕勾到 我摔打頭好了 我摔打頭好了 打頭還可以 你十個就好 對 我們今天真的是有點太熱 我現在熱得有點頭昏腦脹 最後出一個封繩 那我們去把東西稍微 集中一下 好我們直接夾完了 這次我們總共夾 這樣子吧 沒有到滿滿一地 今天的出貨 數量是真的比較少了一點 但是今天我們有出到一個重點 在市面上 我對電光藍的藍 印象不是這樣子 因為這一台呢 它有寫它是 電鍍藍 飄移小貨卡 但是它的電鍍很像 比較偏銀 就不知道是不是它裸露之後 可能在外面有曬過 還是最新的顏色 不知道 但是它就是有點變 有點偏 銀藍銀藍 然後我們後面呢 有夾了一個風扇 掛耳風扇 然後還有那個 冰塊 冰塊製造機 然後又有打了 點煙器 又打了 陶耳棒 還有最後出了一個風神 今天整體打起來好像 有一個是順的嗎 都爬塔 啊 但沒關係 至少我們今天有出了一個 非常 算是少見 稀有的一個 特殊色的飄移貨卡 這個盒子寫電光藍 它這邊寫電鍍藍 有可能電鍍藍是最新的吧 也不知道 那我們這個抽獎呢 就抽這一盒 市面上從來沒有見過的顏色 電鍍藍 飄移貨卡 抽獎 送給大家 這台的 春耳藍的片尾 大家看一下 喜歡的話 謝謝 拜拜 而且 他節目 繼續 比